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 今天的今天可真好啊 嗯等等这个是什么 真奇怪这里什么时候有个那么大的坑在这里 是不是又是方块哥和那个绿色的乌龟在这里搞的鬼 算了不管了反正不关我的事 我还是继续去散我的步吧 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块哥 我现在正在看我最喜欢的动画片 有人知道这部动画片的名字叫什么吗 知道的可以把名字打在宫廷上哦 让方块哥看看你们有没有猜对 等等警笛声 奇怪一大早的怎么会有警笛声出现在我们的村子里面呢 让我出去看看是怎么个事 哦天那是警车是一辆警车 看到了吗朋友们那里有一辆警车 我们的村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突然有警车出现在这里 警车停在了前面那里 我想我最好跟上去看看 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突然惊动了那么多的警车 哦天那等等我该不会是眼花了吧 看到了吗朋友们 那里有一个村民 准确点来说是一个被蜘蛛网掉在树上的村民 太恐怖了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谁那么残忍的杀害了这个村民 难道是蜘蛛吗 这些蜘蛛网看起来是那么的大 如果真的是蜘蛛的话 那岂不是一只巨型大蜘蛛 我想我们的村子可能要有大麻烦了 这些警察说这已经不是他们接到我们村子的第一个案件了 我们村子里面有大量的村民离奇失踪 在警察找到他们后 他们都会以这种被蜘蛛网掉在树上的形态出现在警察面前 这太恐怖了 到底是多强大的蜘蛛才能杀害得了那么多的村民 等等这个是什么 血迹这里有一些遗留的血迹 警察叔叔我想我好像找到了些对你们有用的线索 快过来看 这里有些血迹 这些一定是杀害村民的凶手行凶过后留下来的痕迹 如果我们跟着这些血迹走的话 或许就能找到这场案子背后的幕后凶手了 我的心里面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这些血迹的方向好像是朝着大傻村的房子方向去 难不成说大傻村也 不不不不不会的 大傻村肯定会没事的 都说傻人有傻夫 大傻村那么傻肯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太糟糕了这里发生了什么 大傻村的房子到处都被这些奇怪的蜘蛛网给覆盖起来 而且墙壁上还画满了一些奇怪的红色涂鸦 我想我最好赶紧进去看看大傻村再不在他的房子里面 大傻村你在这里吗 大傻村 不不大傻村的房子被严重的破坏过 不在这里也不在这里 难不成大傻村已经被那只邪恶的蜘蛛给绑架走了吗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大傻村现在一定很害怕 他现在一定急需我的帮助 可是我该怎么才能找到大傻村把他给救出来 而且我现在甚至都不确定大傻村是否还存活着 或许他现在已经跟那些村民们一样了 不我不能接受 请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的朋友大傻村 现在只有你们能帮我找到他了 等等这个是什么 一只小蜘蛛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只蜘蛛和大傻村有着极大的关系 给我站住你这只小家伙 是你绑架了我的朋友吗 大傻村现在在哪 我警告你们最好赶紧把大傻村给我给放出来 不然我一定会 等等这个是什么一个巨型箭头 指向了一个奇怪的洞穴里面 那只蜘蛛进入到这个洞穴里面去了 难不成这里就是他们的老巢吗 大傻村会在这里面吗 可是大傻村那么胖 怎么可能钻得进那么小的一个洞口里面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进去再说吧 因为这个是目前为止唯一能找到大傻村的线索 大傻村我来了大傻村 哦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一个那么小的洞口下面居然隐藏了那么大的一个洞穴在这里 大傻村一定就被藏在了这个洞穴里面 大傻村我来了 等等那个是什么 大傻村是你吗 大傻村 难道制作这一切的幕后凶手真的是大傻村吗 黑大傻村是你吗 大傻村 你还好吗 你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好吧没想到这样都被你找到了我 给你十秒钟的时间离开我的巢穴 不然我就要对你不客气 大傻村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被邪恶的女巫下了某种诅咒才变成了这样 快跟我去自首只要你愿意主动承认你的错误 村民们一定会原谅你给你改过的机会 冥完不顾的人类 看来我没必要跟你啰嗦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方块哥 是你自己不愿意珍惜 既然这样那我不得不对你痛下杀手 等等你不能这么做大傻村 你现在已经被这些邪恶的力量蒙蔽了你的双眼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难道你要杀了你最好的朋友吗 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自己乖乖离开或者被我的蜘蛛军团们吃掉 大傻村停下来助手你不能这么 大傻村的身上到底经历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他会突然变得如此丧心病狂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难不成他被恶魔附体了吗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大傻村 你是谁赶紧从大傻村的身上下来 不然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哈哈哈哈对我不客气 我就是大傻村 只不过是你不够了解我爸了 我会让我的蜘蛛军团摧毁整个村庄 霸占那里让那里变成我的王国 你绝对不是真正的大傻村 真正的大傻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你给我等着吧我一定会阻止你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的 绝对不会 太糟糕了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该怎么办 救命救命 有没有人能来救救我 我该怎么办我必须想办法从这里出去阻止大傻村 不然我们的村子会有大麻烦的 等等世界那里有一把钻石剑 我能够得到它吗 我必须努力拿到那把钻石剑 这些可恶的小蜘蛛给我受死吧 就凭你们这些小蜘蛛也想阻止的路 通通给我嘎吧 虽然我不知道大傻村的身体经历发生了什么 不敢我敢保证那个绝对不是真正的大傻村 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生活我了解大傻村的为人 他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邪恶卑鄙的事情的 我得想办法搞清楚大傻村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邪恶的蜘蛛怪 然后才能解救大傻村解救我们的村子 终于把这些小蜘蛛全部都给消灭掉了 好了现在是时候该去找到大傻村阻止他的邪恶计划 前面就是我们的村庄了 我得快点再快点赶在大傻村破坏他们之前阻止他们 不不不不不不 我们的村子 我们的村子被毁掉了统统都被毁掉了 可恶大傻村他怎么能这么做 他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的家园 可以给我停下来助手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哈哈哈哈方块哥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了 没想到你居然那么快就能从我的蜘蛛洞穴里面逃了出来 想阻止我那就用你的本事来阻止我吧 光靠嘴说可没有用 这是你逼我的 你已经走火入魔了 现在我也没必要对你继续保持客家 我会消灭掉你保护我们的村庄的 别以为你会是我的对手方块哥 上一次是我让你一定你才有机会从我的蜘蛛洞穴里面逃出来 这次我可不会再对你手下留情了 以前我们是朋友 但是现在我们是敌人 谁也别想阻止我霸占这里 谁也别想 太可怕了大傻村现在完全已经失去理智风调 我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带傻村醒醒吧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所做的事情 这些真的是你想要的 你对这些村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园 破坏了我们的村庄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 别让邪恶吞噬掉了你的灵状 清醒一点快点停下来吧 我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别以为自己有多了解我方块哥 这才是我想要的 这才是我想要的一切 我要摧毁掉这里 摧毁掉你们所有人 大傻村现在已经彻底封掉了 游戏结束了 停止这一场闹剧把大傻村 无论如何我都会阻止你的 等等他去哪 大傻村好像跳进了某个洞穴里面去 他想干什么 他一定想在里面密谋什么轨迹 我要去阻止他 大傻村出来吧 别挣扎了 只要有我在你的计划就不会得逞 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原来他的巢穴 居然离我们的村庄那么紧 大傻村出来吧 别再继续在这里垂死挣扎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给我滚开你们这些可恶的小蜘蛛 通通给我干 等等是大傻村 是真正的大傻村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这个邪恶的蜘蛛大傻村 不是真正的大傻村 你这个邪恶的蜘蛛王 我会让你对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你伤害了我最好的朋友 破坏了我的村庄和家园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没有人能够阻止我 没有 如果想救出你的朋友 那你就想办法来打败我吧 不然你跟你的朋友将会永远消失在这里 哈哈哈哈 给我受死吧 你这个邪恶的蜘蛛人 没有人能伤害我的朋友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给我下地狱去吧 我成功了 我成功消灭掉了这个假大傻村 我成功了 现在我得去把真正的大傻村给解救出来 大傻村别害怕我来了 我来救你了 大傻村快醒醒大傻村 快醒醒让我们离开这里 我方块哥真的是你吗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现在不是说这些事 时候这里很危险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让我们走吧 麦琪我们走吧 已经在山洞这里待了一天了 都没有找到铁矿和金块 是的 对此我已经不抱希望了 我想出去透透气 好吧那我们赶紧走吧 哇 还是地面上的空气比较新鲜 姐姐你快看啊 我发现了什么 一个血腥的月亮 但是它为什么离地面那么近呢 姐姐你觉得这个月亮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 我很好奇 麦琪要不我们把那个月亮打爆 这样就能看清楚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赶紧动手吧 而且这个红色的月亮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是我的超等离子枪 这把枪可是一枪就能打倒僵尸的存在 现在就让我来攻击那个月亮看看里面究竟会有什么 看来它的表面还真是硬啊 一点反应都没有 等等 发生了什么 怎么一秒就变天了 天空中还突然下起了血雨 看起来情况不妙 姐姐我有点害怕 我们该怎么办 这场雨实在是太鬼影了 好吧都怪我要去攻击那个红色的月亮 我地天啊 居然还出现了僵尸 这该死的月亮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麦琪据我所知 一般这种情况很可能会伴随着有怪物出现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赶紧想想办法 幸好我现在还有一把弓箭能遗挡这些师徒靠近我的鬼力怕 我不小心掉在了水里麦琪等我 现在我就来找你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连我们的地下室都闯进了僵尸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我们现在需要把这里所有的武器全部拿走 到时候如果碰到怪物的话 我们还有一笛之力 姐姐你觉得外面呢 血雨停了吗 不清楚 我们可以打开石鹰块看一下 貌似还没有这个雨还在下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我也不清楚 我对这场血雨毫无办法 麦琪你觉得为什么这个月亮会突然变成这样子呢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武器和陷阱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熬过这场血雨危机的 希望如此吧 现在我们赶紧出去吧 离开这个小房子 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 现在外面还在下着血雨 我都不确定我们能不能熬过这场危机 听着姐姐 现在我有一个计划 或许我们可以去到那个红色的月亮里面一探究竟 也许我们能够找到它为什么会离我的世界那么近的原因 而且这里的僵尸实在是太多 你说的有道理 这些怪物现在多的凡人 我现在正在打造一条P子 看能不能通往那个红色月亮上面 快看了 麦琪太好了 这场雨终于停了 试得不幸中的万幸 我想一定血月照发了这一群僵尸 然后血雨可以强化他们 不是吧 这可真是个超级糟糕的消息 雨停了 那些僵尸也已经安静了 对我们赶紧继续向上攀爬吧 今天我就要到那个红色月亮当中一探究竟麦琪也还好吗 如果你累了就说出来 因为现在离月亮还很远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保持充足的体力很重要 阿救命姐姐Q你背后有一群被感染成僵尸的村民 情况非常不妙 我的天啊 他们看起来太恐怖了 我必须要把他们都解决掉 姐姐我必须得赶紧搭建这条通报 如果他们过来攻击我们 我们两个绝对不是对手 等等我有个办法 麦琪你想干什么 只要我把这条通道堵起来 他们就过不来了 哇 你说的有道理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们可以在这条通道背后装满激光 因为我们刚才从家里面拿出了大量的武器和陷阱 阻止他们过来就好了 是的 现在他们应该过不来了 完了情况不好 这些变成僵尸的村民正在把石头打碎 他们好像马上就要闯过来了 不过好在我背后放了几个尖刺 他们没有那么轻松过来 麦琪得快一点了 哈哈哈姐姐怎么样 我刚才偷偷在那里安装了一个炸弹 炸了他们一个粗不及防 哇麦琪不得不说你这一招简直太棒 姐姐现在我要专心建造楼梯 麻烦你不要来打断我好的你放心吧 情况不妙 这里居然出现了个苦力爬 你给我下去吧 任何人都休想阻止麦琪 加快速度 我想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抵达那个红色的月球 我已经感觉我距离它越来越近了 是的 毕竟我们现在站得很高情况不好 这场血雨突然又开始下了起来 我还以为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它又开始下雨了 来吧 麦琪 这是飞行药水 喝了它 我们将可以无视我的世界重力直接飞上去 哇姐姐你这个小子 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这样 或许我们可能早就抵达了 月球上面了 一时半会我忘记了 突然才想起来好酷 现在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超人一样 能飞了起来 我离月球越来越近了 快看我们已经成功抵达了月球的外面 现在我将会利用钻石杆来敲开外壳 进入里面一探究竟 哦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这里面的景象非常壮观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面见过这种场面 这个月球看起来非常鬼 这里有很多岩浆块 千万不要碰到 否则会被烫伤的 快看麦琪 我看到了一个很诡异的人 他是谁 他是来自月球核心的外星人吗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骂起我们得赶紧先躲起来 我要往这里放上一些石头 让他看不到我真是倒霉 为什么我们总能碰到麻烦我的天啊 被他发现了 他现在已经过来了 不过他好像没有找到我们 我已经看到你们两个了 不要再躲了 你们两个到底是谁来到我的月亮上 究竟想干什么 我是月亮女人 我不允许你们出现在这里 你们将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 我要代表月亮惩罚你 我不喜欢外来者 我血月之王 现在命令你们两个立即给我离开这里 我的天啊 这个人让麦琪摔了出去 住手 你究竟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我现在命令你立刻交出身上所有的武器投降 否则我将会把你炸得灰飞烟灭 好吧 我已经知己 我只有先投降 才能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想干什么 因为我别无选择 我打不过她 并且麦琪掉出了这个月亮 这个恶毒的女人把我关进了一个球龙 你赶紧放我出去 对了 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攻击你们吗 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好玩哈哈 什么原来这一切只是你在耍我们 我不会放弃的 我必须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得离开这个球龙 但是这个铁栅栏太坚硬了 我打不开 并且地板也是石头打造的 我的工具全部都被他收走了 我得另想办法 等等那是一块会发光的石头很好 或许我可以从屋顶打破太棒了 我把这块岩浆石打破了 但是我现在不够高 我得想办法从那个通道出去 我可真是个天才 居然想到这个绝妙的方法逃走 我可以把这些发光石打碎 然后用它来当做垫脚石 这样我就能逃出这个囚牢了 哈哈 我真是太聪明了 很好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这比我想象中还要容易 但是现在我必须要穿过这个该死的血红火 我可不希望我会淹死在这些恶心的液体里面 希望麦琪他没事 我必须要尝试着游离这里 因为这是唯一的出入 然后我要去找到那个月亮女王 但在此之前我必须要先找到麦琪 我得必须找到一条别的道路这些 血液在源源不断地朝这个中心方向流路 我无法游出去黑快看啊 那是谁麦琪我的天啊 他真的是麦琪 他还活着太好了 麦琪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 你赶紧过来救我出去 姐姐太好了 你还活着 我从那个月亮掉出去之后 直接摔在了琥珀里面一点事也没有 我就赶紧回到了家里 拿上所有的武器回来救你了 我想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对付月亮女王的筹码 麦琪干得漂亮 我们现在就赶紧去报仇吧 不我要做一个令他非常难受的事情 我要把他这个月亮给炸掉 姐姐好主意 除此之外 我还在家里面拿了 飞行药水 那太棒了 还等什么赶紧使用 这样我们就能到处飞了 接下来我要在这个诡异的月亮上 到处安装上TNT炸药 姐姐我们必须要动作快一点了 我担心月亮女王 稍后她回来发现了我们的计划 那么我们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因为她的能力远在离我之上 如果我们再次被她抓到 那我们将会彻底完蛋麦琪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在加快速度安装炸弹 麦琪快看这个星球的顶部又在泄露血液 我们的动作快一点了 不然下一场血液 很快又将侵蚀我的世界 我们的赶紧在这些地方安装上炸药麦琪 不得不说 这次你做得非常棒 你带了这么多炸药 我想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炸药摧毁这个该死的月亮 现在我想应该已经安装好了足够的炸药 这个月亮女王看到这个场面会是什么火 是的 我想到时候她的表情一定会跟你手机里面的第三个表情包一样 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也已经安装好了 开始点燃 快看啊 这个诡异的月亮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它炸开了一个大口 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进到这个月球里面点燃其他所有的炸药 哇快看啊 这个月亮现在被我们撤毁的不成样子 是的 我想她现在应该已经失去了她原本的作用 这个月亮里面所有的血液全部流失了 是的 那个月亮女王再也没有办法作够多端了 如果你在夜晚的森林中 突然遇见了个诡异的猎人 答应我千万不要接受她的邀请去往她家躲雨 不然的话你就会像我和铁柱一样 炼灵永远变成幽灵的危险 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我和铁柱 探索森林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特大麻烦 那就是我们正在被一个恐怖的野狼怪物追赶着 俊哥我真的是太累了 我走不动了 铁柱再坚持一下 我们必须要快点走 不然那个野狼追过来我们可就危险了 不好那个怪物已经追上来了 没想到它速度居然这么快 俊哥你快看后面有个人悄悄地走过来了 而且他还拿着一把猎枪 把那个可恶的野狼怪物给赶走了 是的铁柱我想我们是获救了 你好你们没有事情吧 我是这个森林的护灵员 你好护灵员我们没有事情 感谢你救了我们 好的现在环礼不是说话的地方 快点跟我来 要是让野狼怪物把同伴带来的话 我们可就危险了 这里就是我的住所了 只要我们躲在这里面 等到了天亮那些野狼就会自行散去的 真的太感谢你了 护灵员先生要不是你的话 我们可能就已经被那个野狼怪物给抓走了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职责 好了时间也不早了 再加上你们跑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先喝一点热茶我再给你们 安排两个房间好好休息一下吧 等明天一早安全了你们再回去 真的吗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这里就是我为你们准备的房间了 谢谢你了护灵员先生 但我们就不客气了 好的你们好好休息 祝你们好梦 俊哥这两个房间看上去好舒服呀 一会我要好好地睡一觉 是的铁柱我们快点去休息吧 刚刚跑了一步真的是累坏我了 等等这个房间的内部 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呢 感觉像是一种诡异的仪式似的 让我在四周观察一下没有什么异常 不对这里还有个柜子让我打开看看 天妮这里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恐怖的骷髅桶 看上去他生前应该非常的痛苦 糟了难道说这个护灵员有问题 不行我得赶快去把铁柱给叫醒 以免出现什么危险 铁柱不好了我要快点离开这里 糟了这是发生了什么铁柱怎么昏迷在了这里 铁柱快点醒醒呀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那个护灵员肯定有问题 等等什么声音好像是从身后传来的 想走恐怕来不及了乖乖的给我留在这里吧 不好逃不了啦你要干什么不要过来 我的头真的好痛呀这里是那里 不对我不是让那个诡异的护灵员给打晕了过去吗 看样子我是被他抓起来了 铁柱是你吗我是铁柱呀你听得见吗 是铁柱呀我还以为你已经 被那个诡异的护灵员带走了吗 铁柱这是那里呀我们不是被在房间中睡觉吗 铁柱这个说来话长总之我们遇见的那个护灵员 一定是什么邪恶组织里面的人 是他把我们抓进来的 那银柱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要是我们不能及时逃出去的 恐怕会有危险呢 有了铁柱我刚刚观察了一下 我可以利用一旁的木质材料制造一个稿头 这样的话我们就将这个墙体打穿逃出去吧 好的事不宜迟我这就把这些材料收集一下 首先我先将这些木质方块全都挖掘出来 然后再利用背包中的工作台 把这些木质材料合成一个稿头 好的让我试试能不能把这个墙体挖掘出来 太好了果然成功了铁柱我这就过去 天泥铁柱这个房间居然有这么多的窟窿 而且地上还有这么多的木棍和鱼钩 这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等等铁柱你快看那里好像有着一把钥匙 难道说这个就是打开牢笼的钥匙 我知道这些人肯定是为了 拿到那把钥匙才会冒着危险制造鱼钩的 但是看着地上的窟窿就知道他们全都失败了 那军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有了铁柱我们也可以承认他们这个方法 但是我们必须要给这个鱼钩改进一下 首先把地上的这些鱼钩碎片收集起来 然后再拿它和木质材料合成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的长度距离 还能增加的它的钩附性 好的就是现在让我直接把这个钥匙给勾过来吧 太好了 俊哥成功了我们把这个钥匙拿到了 是的铁柱我们快点趁着 这些守卫不注意从这个房间中逃出去 俊哥我们找寻一了一圈 这里应该就是逃出去的大门了吧 铁柱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们先进去看看 天哪 俊哥这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幽灵呀 是啊 铁柱还好我们身上制造了伪装 要不然被他们发现我们可就要危险了 好的就是现在我们要赶快跑出去 遭了俊哥我不小心碰到了花坛那些幽灵发现我了 不好铁柱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那些幽灵一直在后面追逐了我们 终于拍脱了这些可恶的幽灵了 差一点就要成为他们的食物了 不对俊哥我们这是来到了什么地方呀 我怎么感觉这么房间怪怪的 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那里来的这么强大的犀利 我们这是被带了一个可怕的迷宫中 天哪俊哥你快看 我们的头上有好多可怕的岩浆呀 不好铁柱我们快点逃离这里 要不然的话等头上的岩浆落下来 我们可就要变成烤乳猪了 好的俊哥这个迷宫真的是太复杂了 是的铁柱看来是时候用出我全部的实力了 我要再快一点啊那些岩浆已经开始降落了 铁柱我找到出口了我们快点进去 好的俊哥我已经进来了真的是太恐怖了 差一点就被全部融化了 走吧铁柱我想这个应该就是 通往外面的通道我们快点出去吧 铁柱快点行行我们好像从那个地方出来了 真的呀俊哥我们真的出来了 外面的空气真的是要新鲜了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块哥 我和大傻春在北极探险的途中遇难了 这里非常的寒冷 如果我们不赶紧离开这里的话 随时都有被冻死的风险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离开这里呢 现在我们连一身厚一点的衣服 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逃生工具了 快看方块哥那里有一艘轮船 或许我们可以用这艘船离开这里 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让我们过去看看 情况不太好 这艘船看起来完全被困在了冰里面 除非我们把这里的冰全部敲碎 不然我们不可能开船离开这里的 难道我们就要完蛋了 我不想变成冰雕方块哥 不过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存活到夏天的话 等这些冰块就会融化 我们就可以开船离开这里 可是现在才12月 如果等到夏天要足足8个月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存活的了那么久呢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 食物住所和衣服都没有 我们肯定会被冻死在这里的 我感觉我有点饿了方块哥 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去寻找食物和住所 不然还没等我们找到逃生工具 我们就要被活活冷死在这里 让我们开始出发吧 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该怎么办 除了雪和冰块什么都没有 我们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被活活冻死在这里了吗 我还那么年轻我不想死屋 别太伤心大傻春一定有其他办法的 等等我好像看到了些什么 快过来看大傻春 这不就是一个雪堆吗 有什么好看的 你仔细看 这里面有木头 在雪堆的里面有木头 天哪可能是老天在保佑我们 来吧大傻春让我们把这个这些雪挖开 看看这里面究竟是什么 我真希望这里面会有一些食物 因为我真的是太饿了 我也是让我们加快速度 看是门还有窗户 或许这是个房子 我们得救了 快点把它挖出来 我们终于找到住所了 我们不能被活活冻死在外面了 快让我们把它给挖出来 差不多了 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居然挖到了一个小屋 是的 这个房子是谁盖在这里的吗 我不知道 也许是来这里侦查的科学家们 你知道的 这些地方常年会有科学家过来探索 不管怎样 现在这个房子归我们了 让我们进去吧 哦这里看起来应该有一段时间 没有人居住过 到处都是灰尘和蜘蛛网 这些床看起来也很陈旧了 不过我们只需要稍微打扫一下就好了 大傻春快看这里有个箱子 我非常的想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让我们打开来看看吧 哇是一些绿色的土豆和腐烂的肉 还有一些铲子 太棒了 我们找到食物了 等等停下来大傻春 助手停下来不要吃这些食物 为什么不能吃我已经快要饿死了 你仔细看看这些土豆 它们都已经变成绿色的了 还有肉也都已经腐烂掉了 太难难怪我刚刚吃起来感觉味道那么奇怪 不行我感觉我要妥 太难受了我是不是要死掉了方块哥 放心吧你会没事的 虽然你吃了这些坏掉的食物 但是庆幸的是你吃的不多 我再也不会乱吃东西了 我们现在虽然有了一个完整的避难所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的食物 不过情况不算太糟糕 因为我们获得了一些工具和煤炭 这能让我们更好的在北极生存下来 这里面肯定还会有其他的东西 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让我们再继续找找 等等看这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某个通道的暗门 打开它看看 哇哦我们发现了一个地下室 我想我们最好进去看看 小心一点大傻春 你的头那么大别卡在这里了 放心吧不可能会卡住的 继续前进 哇哦快看 那里有两幅装甲和一个箱子 我们快点过去吧 等等大傻春 小心一点 天哪这是什么这真的太痛了 这里的地上有很多地龙甲 我们得从它们上面跳过去 就像是这样 千万不要碰到它们 快过来吧大傻春 你能做到的 不好吧 至少你成功的过来了 现在让我们穿上这两套皮甲吧 这能很好地增强我们的预寒能力 快点试试看大傻春 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 是的 等等别忘了这个箱子 让我们打开它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 哇哦太棒了 这里有一些好的生肉 还有筋块和梯子 这些肉安全吗方块哥 是的它们给很好的冷冻保存下来了 我们可以拿去烤熟吃 太棒了我们终于找到食物了 好了跟紧我 现在让我们用梯子回到上面去吧 准备好了吗 现在让我们把肉放进去烤吧 马上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食物了 我有个主意 或许我们应该在这里放上一些木头来生活 这样这个房子就会变得更加的温暖了 哦 一下子就温暖了起来 肉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让我把它拿出来 给你大傻春这是你的 谢谢你方块哥 太美味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肉 那只是因为你太饿了而已 现在一切都在好转了 但是我们的食物还是不够 我们得想办法寻找到更多的食物 不然单单靠这些食物可没法存活到夏天 现在天已经黑了 让我们先上床休息吧 明天再去寻找食物了 晚安大傻春 晚安方块哥 大傻春不好了我们有大麻烦了 怎么了方块哥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忘记把肉从熔炉里面拿出来了 它们被烧成灰烬了 现在我们一丁点食物都没有了 怎么办我们唯一的食物都没有了 我们要被饿死在这里了 别着急大傻春 让我想想 等等还记得我们昨天发现的那艘船吗 那艘船怎么了 我们还没有上去检查过那艘船 里面或许会有我们需要的食物和其他物资 我想我们最好去那艘船上看看 出发吧 我们到船上了 可是这里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物资肯定是放在里面的 让我们进去看看 我发现了一个箱子 快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是一些TNT和鱼杆 太好了有了这些鱼杆 我们就可以钓鱼来获得食物了 让我们再看看这里还有些什么 一些熔炉 打开看看 哇哦是煤炭 这里面放满了煤炭 太棒了 煤炭对我们来说可是很有用处的 有了这些煤炭 我们应该可以在这里生存到夏天了 万岁 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钓鱼吧 情况不太好 这里到处都结冰了 我们可能没法钓鱼了 别担心大傻春 我们可以用刚刚在船上面拿到的TNT来炸开这里 把它放在这里然后点燃 快跑大傻春别被TNT给误伤到了 太壮观了 我们用TNT在这里开了一个洞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钓鱼了 小鱼小鱼快点上钩吧 希望我们能钓到很多的鱼 我也是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了 我已经开始有点饿了 有东西上钩了 好吧是个钥匙 不是鱼 你钓到鱼了吗方快哥 还没有 不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钓到的 哇哦说曹操曹操操就到 我钓到了一条鱼了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让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一定会钓到很多的鱼的 哇哦太棒了 我也钓到娱乐方快哥 很好让我们继续 我居然钓到了一条鱼竿 这是一个附魔鱼竿有了 它我们能钓到更多的鱼了 晚餐时间 终于到了吃饭时间了 我都快饿死了 这些烤鱼的味道真的非常的美味 现在我们解决了食物的问题了 我们只需要等待夏天的到来 就可以开船回家了 是的没错 四个月后 我们在北极上度过了四个月 现在春天终于到来了 再过四个月冰川就会开始融化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是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想马上就回家 我也是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 我不是一只熊 是一只北极熊在攻击我们 快跑大傻春 危险快跑 不然我们会被它给吃掉的 别回头一直往我们房子的方向跑 加油大傻春 你可以的 好了终于安全了 这真的是太危险了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怎么一头北极熊 现在情况不太好 它一直待在我们的房子前面 我们出不去了 它就在门外等着我们出去 一旦我们出去我们就会成为它的口粮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只能等它自己离开 也许等它厌倦了它就会离开这里了吧 老天保佑这只北极熊赶紧离开吧 三天后 这只北极熊还是没有放弃 它就一直在门口等着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照这个情况下去 我们的食物不出一个星期就会被消耗尽的 到时候我们能做的 要么就是乖乖在这里等死 要么就是成为北极熊的口粮 我们得想个办法 我有个主意 我们可以建一个陷阱来抓捕这只北极熊 可是我们不能出去该怎么建造陷阱呢 既然我们不能从正门出去 那么我们就从下面挖坑出去 我们可以用梯子爬到屋顶上看看观察一下情况 大傻春你能上去吸引北极熊的注意力吗 然后等北极熊走神了之后 我就可以从后门偷偷溜出去 然后偷袭它 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黑大笨熊快看过来 来吃我呀 你不是很想吃我吗 它已经被我完全吸引住了方块哥 好的干得很好大傻春 现在我要从这里偷偷绕过去 可千万不能让北极熊发现我 不然我们的计划可就要泡汤了 好了现在让我慢慢靠近它 大笨熊你这个大狗熊没有办法了吗 快点上来吃我呀 很好大傻春干得不错 现在我就从这里开始挖 需要挖的再大一点 不然完全装放不下它 因为这只北极熊是真的太大遗址了 差不多了 现在再添加上一些诱饵 一些小鱼干 我真的很不想浪费这些鱼 但是为了让这只北极熊上当 我不得不这样做 好了陷阱差不多完成了 现在轮到我了 黑北极熊先生看看你的背后 哦它要过来了 我要想办法让它掉进我设置好的陷阱里面才行 它太聪明了 它居然绕开了这个坑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北极熊居然会那么的聪明 我只能绕着陷阱走 好了现在给它重重一击 好好在里面待在把熊先生 太不可思议了 方块哥你居然成功做到了 我们成功捕获了这只北极熊 我们终于安全了 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去钓鱼了 只要撑到夏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四个月后 好吧夏天终于来了 现在冰川也已经解冻了 我们的船可以开动了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再见了熊先生 我们会想念你的 你觉得他会想我们妈方块哥 我想应该会的 毕竟我们陪伴他度过了那么长的过一段时间 我们该走了 大家好 尽量长话短说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什么 发生什么了 事情是这样 今天我准备出去玩来着 但是我看到了村子的另一边 就在这里 掠夺者前哨附近的土地正在慢慢的腐烂 他们以前在那边是有一个基地的 但我想他们那个基地应该已经被腐蚀掉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这是一场灾难迈起 我们该怎么办 我可不想就这样死掉 如果我们接触到那些毒液 我们会不会也会被感染 然后腐烂 不知道 但我想那肯定很危险 迈起 我想我们得想一个如何生存下去的计划 我们得想办法度过这场灾难 看这种情况 我想我们有麻烦了 我们该怎么办 迈起现在跟着我快走 好的我来了 好的跟着我来到前面那个森林 趁现在那些毒液还没有蔓延那么快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暂时还是安全的 我们需要赶紧砍伐一些树木储备一些木桶 好吧 如何呢 我们该怎么样才能自救 等着瞧吧 有了木头之后我需要制作一些工具 我们尽可能的收集多点木头 我制作了两把木头工具 迈起我们分工合作 你去收集木头 我在这边收集石头 好的没问题 我现在尽可能的收集多一些材料 然后我再制作一些石头工具 迈起你在地面上 如果发现毒液正在往我们靠近的话 你跟我说一声 好的没问题 因为我在矿洞里面挖泡 我无法观测到 好的 我去看一下毒液 现在什么情况 哇 迈起 他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妙了 他蔓延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 他现在已经蔓延到那条河流了 迈起我们要加快速度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前面的速度的话 我们将会迎来大麻烦 不开玩笑 我现在已经不确定 我们能否能在毒液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完了结结我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的话 我们该怎么生存下去 没关系 交给我吧 我已经在地面上收集到了 木头 我想这些应该够了 好的 但我还是需要收集一些铁包 我们现在比较缺铁 迈起再麻烦你一件事 你在外面放哨吧 盯着毒液的情况 好的 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 有你盯着我就放心多了 到时候给我个提醒 让我有足够的时间逃出这个矿物 不然我会被这些毒液吞噬 好的结结 不好了 那片毒液已经蔓延过那一条河了 这意味着毒液离我们越来越紧 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结结你什么情况可以走了吗 再等一下我发现了有铁包 我把它收集完就来了 马上 快点我们没时间了 快走吧结结 我想尽可能的再多拿一些铁 好吧 这是应该够了结结你该上来了 我现在真的很紧张 别紧张我来了 现在毒液的情况怎么样了 蔓延速度那么快的 你看是不是很可怕 天气也越来越糟了 我们快走吧 我们现在去哪里 我们能活下来吗 跟进我就行了 麦奇别担心 好的我来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直接跳进水里面逃离那些毒液 呗瞧我发现了什么前面有一个村庄 我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过去吧 这对我们生存有着极大的帮助 我们进去找找看有没有食物 是的 我们快走吧 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 如果没有活下去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铁制作成水桶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水桶去接一些牛奶 这时候我们应该要考虑一下如何建立几个避难所 这里有一些小麦 我先把它收集起来 这些全都归我了漂亮 哇 这里有胡萝卜麦奇干的漂亮 把它们都收集起来 这些对我们生存有着极大的帮助 我现在需要做一把铲子 我们尽可能地收集到多一些的泥土 麦奇快点收集吧 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泥土 那些毒液蔓延的速度非常快 趁它们还没有蔓延到这个村庄 我们加快速度 明白了 我现在正在当毒 我去怎么那些毒液蔓延的如此之快 我现在必须冒险去河流里面吃一些水 想要生存下去 水是必须品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趁毒液还没有蔓延到这个村庄 我尽可能地收集一些物资 不管了 这是谁的房子我直接给拆了 对不起了村民们 我也不想的 可是我实在是没办法 麦奇快跟着我来这边吧 我们得赶紧打造我们的避难所吧 希望现在开始还不算太晚 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楼梯开始 就像这样搭建起来一个楼梯 因为那些毒液只会腐蚀掉接触到的地方 只要我们的避难所打造的高一年 它接触不到我们 那么我们就无法被伤害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打造一个楼梯 来着是我收集到的泥土 谢谢这对我来说有着莫大的帮助 好吧 那些毒液正在蔓延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许多 我们得要快一点了 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工作进展还算顺利 立即已经建造好了 我现在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建立起一个栅栏 就像这样建立的差不多了 他们蔓延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是不是快没时间了 外企你别担心 一切都有我 我一定不会让我们被毒液吞噬 我尝试拿着这些麦子 把这一群绵羊都召集起来 这些绵羊怎么没反绵羊 它们是不是假绵羊 麦琪你快看那边这蔓延的也太快了吧 这一切都超乎了我的意料 快点我们把这几个绵羊带到我们到楼上 很好 就是这样它们来了 很好 现在我把这群小肥羊关在里面 好了 其他不过来的小肥羊人就不要了 现在我要打破楼梯 只要不接触到地面 那么就无法接触到毒液 正为那些村民感到难过 我们自保都成问题了 我没有办法再救它们 我已经尽力了 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没事的 不用担心 已经蔓延到我们这里了 太可怕了 我现在要扩大这个平台的面积 小心一点 不要从边上掉下去 拿一点水放在这里 我想我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农场 把收集到的胡萝卜种子放进去 漂亮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个农场 我们现在不怕没有食物吃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正式活了下来 我们不仅有小肥羊有水 还有胡萝卜 是的你是的没错 我们要继续为这些小肥羊 让它们可以生产更多的小肥羊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地想办法 从这次的毒液危机中存活了下来 太棒了解解 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 我们不仅有食物还有住的地方 我想我们可以用上这个玻璃 这样我们可以透过玻璃 方便我们观察现在的情况 好主意 现在我们可以俯视这个世界 看看发生了什么 这些毒液把地面俯视的什么都不剩了 不过我们从这次灾难中生存了下来 我们做到了 这一觉睡得我真不舒服 热死我了 哎呦烫死我了 我房子的地板怎么被烧得通红了 我要被烫死了 好烫好烫 我得赶紧跳到床上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天啊 外面全部都被熔岩覆盖了 我的世界看起来简直太糟糕了 而且我屋子的地板也变成烤铁板一样烫 麦琪你在吗 听得到我说话吗 姐姐我来了 我听得到你说话 这里怎么到处都是熔岩 这是一个恶作剧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 一觉睡醒 怎么我的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里越来越热了 地板非常的烫 最好不要下来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村子里面的熔岩注定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 我们下一楼搞点吃的吧 然后我们再弄清楚这个灾难的来源 姐姐有个坏消息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我们屋子一楼已经全部被熔岩覆盖了 不是吧 我想我一定是在做梦 这个熔岩非常危险 它的温度很高 如果不小心掉下去的话会被烫成皮肤碎片的 不过我想应该可以利用这些家具当垫脚石跳出去 等等 谁把我的门锁上了 你自己锁的 你说怕晚上会有小偷进来偷东西 好吧 我现在又多了一个任务 要先找到钥匙 我忘记把钥匙放在哪里了 不过我想它应该就在一楼 我看看厨房的这个橱柜 里面除了苹果什么也没有 刚好 我有点饿了 早餐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得吃点东西 我暂时找不到钥匙 不过我想听一下新闻广播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 或许他们会告诉我这些熔岩是从哪里来的 紧急情况 所有村庄请注意 村子最大的火山突然爆发 附近十公里以内的村庄全部会被熔岩覆盖 请所有村民全部到高处躲避直到熔岩退去 节节火山爆发了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爆发 那个火山一直都很稳定的 我也不知道卖起 我们现在必须先找到出去的钥匙 厨房也找过了 现在剩下浴室了 我想应该可以在浴室找到它 并且我觉得这次的火山爆发的非常诡异 我觉得像是人为的 不像是自然灾害 我们一定要找到火山爆发的罪魁祸首 我拿到钥匙了 我们先赶紧出去吧 走吧 我们尽快要在熔岩把我的世界摧毁之前找到火山爆发的源头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好是能找到一些幸存的村民 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节节 你看 那些可怜的村民们都着火了 他们都非常的想活下来 但是他们现在无处可去 我是不会放过那个制造火山爆发的恶魁 我们需要尽快离开 毕竟大批的熔岩可能将会蔓延到我们的村子 等等麦奇这里有一个村民 哈哥你好 你是我们村子卖蔬菜的商人吗 我认得你 麻烦你可以告诉我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麦奇姐姐你们好 有一个恶魁来到了我们村子跟我们说大家都会死的 因为他要引爆火山 他在火山那一边有一个秘密基地 现在只能靠你们两个找到他拯救我们的村子 姐姐你快跟我来 我知道附近有一座高塔 站在上面可以查看到方圆石里的情况 我想我们可以利用高塔来找到那个恶棍所在的地方 哎呦我的天啊 我们的整个村子都快被淹没了 火山的那边 我好像看到了那个恶棍的秘密基地 离我们不远 我们必须去阻止这场灾难 各位同学们 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请在评论区写下麦奇姐姐加油 我想看他有多少人支持我们 姐姐我们快点过去那里吧 我们必须要快点抵达那个恶棍的实验室 否则新一轮的容颜到来将会覆盖我的世界 好的我们走吧 哇奥迈奇 这里不仅有塔克还有直升机 我想肯定有人想尝试过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但很显然他们都失败了 这也意味着那个恶棍非常的强大 我们需要时刻保持着警惕 好的姐姐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他的基地门前 让我打开这扇生锈的门看看背后是什么 这是一个激光陷阱 他们非常危险 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否则会把我们切成皮肤碎片的 对我们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来说 通过这个关卡就是小意思 现在就让我们进去看看这个疯狂的人究竟想干什么 他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科学家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哈哈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人来找我 我就是故意的 因为我讨厌那些村民 他们非常贪婪和傲慢 我要毁灭我的世界 哈哈 我刚刚已经按下了自火装置 很快这个基地也会爆炸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哈哈天啊 这个人现在已经疯了 很抱歉 我不能放过你 所以请你消失吧 姐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这个基地发生爆炸 那么这些熔岩将会覆盖我的世界 所有的村民和村子将会毁于一旦 放心吧 我可是个天才黑客 我现在就修改他的程序 我正在尝试关闭他这个系统 如果我成功了 那么这个火山也将会停止喷发 哇太棒了 我做到了 我真是个天才黑客 没错姐姐你太棒了 你看所有人都得救了 这些村民都非常开心 你成为了我的世界的大英雄 是的 我现在也非常开心 我拯救了大家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 最近我的世界中 出现了多起村民失踪事件 由于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过于诡异 导致专业调查组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因此还请各位村民注意自身安全减少外出 天的铁柱你刚刚听见了吗 新闻上说最近出现了多起村民失踪事件 而且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非常的诡异 这真的是太恐怖了 是啊 俊哥你说那些犯罪嫌疑人 不会找到我们这里吧 铁柱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呀 不过我们最好去帮助一下 调查组的人员抓住那些嫌疑犯 要不然的话肯定会有更多的村民受到伤害的 好的俊哥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由于那些嫌疑犯非常的危险 所以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 我们先去仓库里装备一些武器 和防身的盔甲用来防身 就是这里拉我们快点进去把铁柱 天尼俊哥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豪华武器 还有两幅防御力极高的玄铁盔甲 真的是太厉害了 是的铁柱有了这些武器 我们肯定就能帮助调查组抓住那些嫌疑犯的 俊哥我现在感觉我身上充满了力量 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出发吧 要是多耽误一秒村民们就会多一秒的危险 好的铁柱我们这就出发 为了更好的便于我们查到嫌疑犯 我们先去那些失踪的村民家里 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线索 俊哥我们都在这里找了好长时间了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你说那个嫌疑犯是不是会什么特异功能呀 铁柱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可以看得出这个嫌疑犯的行踪非常的诡异 等等铁柱你也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从外面传出来的我们快点去看看 天的俊哥你快看村子的外围 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 是啊铁柱我们的村子外围什么时候多出了的建筑呀 而且那里面还这么多的奇怪村民和动物 这真的是太奇怪了 俊哥你说这个凭空出现的建筑 会不会和最近的村民消失时间有关 很有这个可能铁柱总 我们悄悄的潜伏过去观察一下 铁柱我们最好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建筑 究竟是谁建的会不会对我们有乐意 俊哥你快看这些村民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这些不就是最近村落中消失的村民吗 是啊铁柱原来他们都被抓到这里来了 那俊哥我们现在快点把他们救出来了 铁柱先不要冲动我观察了一下 看他们的这个样子感觉有点不对劲 好像是被某种病毒感染发生了变异 如果我们就这样把他们放出来的话 恐怖到时候整个村落都会遇见危险的 那俊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有了铁柱我们先偷偷的潜入进去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嫌疑犯的藏身地面 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帮助他们恢复 好的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出发吧 首先我先用土质方块搭成梯子 倒到围墙上面潜伏过去 看看四周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看我直接一个大跳跳到对面的围墙上 遭了铁柱看来这个围墙被人做过特殊处理 我们没办法在上面站立身心 俊哥我也掉下来的那些村民 好像都朝着我们看过来了 是的铁柱为了防止那些村民攻击我 我们必须快点使用土质方块 搭建一个高台保护自身安全 俊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那些变异的村民已经发现我们了 只要我们从这里下去 村民们肯定会疯狂攻击我们的 是的铁柱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必须要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不然等嫌疑人发现我们 到时候我们肯定也会像那些村民一样 有了铁柱我们可以使用白博士 上次给我们的隐形药水呀 只要服用了这样药水 我们就可以短暂地获得隐身的能力 是啊俊哥你不说这个我差点都忘了 我这就从包里把这个药水拿出来 好的我们快点喝下它试试吧 真希望白博士没有骗我们 天的俊哥真的成功了呀 我现在已经完全隐身了 是的铁柱看来隐形药水的能力很强大的 但是为了我们能够完全地迷惑下面的变异村民 我们最好还是把身上的盔甲收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全的隐身了 真的呀俊哥现在那些村民 已经察觉不到我们了 铁柱我们赶快趁着隐形药水的功效 在这四周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出口 俊哥你快看这里居然有这一个这么大的坑 难道说这下面有什么东西 铁柱按照这个坑洞尺寸的大小 非常适合的当作隐藏基地 很有可能这里就是那个嫌疑犯的藏身地点 我们快点下去看看也许 找到这些村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俊哥这里真的是太恐怖了 到处都是一些窟窿 你说会是谁挖掘这样一个暗道呢 铁柱看着周围的布局 我感觉肯定和一些邪恶组织有关 俊哥你快看前面有一个秘密基地 是的铁柱看来我们是来到了 那个嫌疑犯的藏身地点了 天尼俊哥看来我们猜的完全正确了 这里真的是一个女巫住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些关于黑魔法的书籍 上面记载着很多如何破坏村落的方法 不好铁柱我们必须要阻止它 要不然的话肯定会有更多的村民受到伤害 那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有了铁柱我们先将这里的一切恢复原样 避免惊动那个女巫逃离这里 然后在这里布置上一些摄像头 用来观察女巫的动向 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再将它彻底消灭 好的俊哥我们快点开始吧 俊哥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会不会是发现我们了铁柱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等等俊哥你快看那个女巫出现了 她直接打开了大门走进了自己的基地 不好铁柱看她的这个样子 好像有要使用黑魔法做坏事了 我们快点过去阻止她 不然肯定还会有村民遭殃 终于悄悄地潜入境基地了 铁柱趁着这个女巫没有发现我们 我们最好先下手为强给她强力一击 好的看招把你这个可恶的女巫 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 太好了俊哥我们终于把这个女巫消灭了 这栋豪宅这可不是一栋普通的豪宅那么简单 听村民们说最近村子里面发生了多起失踪案 而且那些失踪的村民最后的活动轨迹 都是在这栋房子的附近 每到凌晨三四点 这栋房子里面就会穿出一些奇怪的像电锯一样的声音 可是这里一直都没有人居住过 所以不可能会有声音的 所以我们今天打算来一探究竟 看看这栋房子到底有什么妖魔鬼怪藏在里面作怪 电锯的声音方块歌这里面怪不会是有电锯狂魔吧 别想那么多大傻春 还没开始别先自己吓自己 我们先进去看看再说 这里面可真大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电视 在这里看电视一定很爽 大傻春快过来看 这里有幅画上面画着一个僵尸 这个房子的主人可真乐趣味 这个房子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 跟普通的房子没什么区别 就是多了一幅奇怪的画而已 我们再出去看看吧 看看外面有没有其他什么可疑的地方 还是没什么奇怪或者特别的地方 难道是那群村民在散播谣言吗 不可能村民一般都不会说谎的 而且最近村子里面确实也是发生了很多失踪案 我们再继续找找 快过来大傻春 你仔细听听 这里面是空的 这不是一个柱子那么简单 这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看起来很可疑 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 找找看这个柱子的附近 有没有开关或者暗门什么 这里面一定藏着村民们失踪的原因 还有那个奇怪的电锯声 也可能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 这幅画的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什么东西 把这幅画掀开看看 是一块看起来比我们还要老的木板 这块木板看起来和其他的木板 非常的格格不入 看来这个房子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古老 为什么这块木板会被人拿一幅画给遮盖起来 这一切的一切都太奇怪了 这里面一定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所以这个房子的主人才会用一幅奇怪的画 把这里给遮盖起来 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个木板敲开进去看看 你确定吗方块哥 我非常的害怕 如果你害怕的话你可以离开这里 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出村民们失踪的真相 好吧我留下来跟你一起寻找真相 好首先我们得拆掉这片这木板 我准备了一些斧头和鹤嘴处 还有一些天梯 让我们直接用天梯把这里给炸开吧 放上炸弹点子 我已经等不及想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了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这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些摆放的很奇怪的蜡烛 让我们再仔细找找 一定还有什么的指示我们还没看到 这里被藏得那么隐蔽不可能什么也没有 快看这是什么 它看起来跟地板的其他颜色不太一样 我猜这可能是这里的地下通道入口 让我们用炸药把这里给炸开 好了 我很好奇这下面会有什么 让我们下去看看 我抱歉大傻村物不小心踩到了你的头 一条很长的楼梯 它会通往哪里呢 这看起来很危险我们最好小心一点 这里真的太黑了 我差点连路都看不到 一扇很古老的门 虽然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退缩 准备好了吗大傻村 准备好了 好了321开门 一个熔岩关卡 是谁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熔岩关卡 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先过去再说吧 出发吧 小心一点大傻村千万别掉下去 不然我们就要直接嘎掉 我知道我会很小心的对待 很好干的不错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 我们成功过来了 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感觉这里看起来像是个监狱一样 我们应该怎么过去呢 躲远点大傻村 让我直接放个炸弹 把这里给炸开 哇哦继续前进 这个洞口是通向哪里的 这里面看起来感觉很危险 但是既然我们都已经来到这里 还是进去看看吧 出发吧 这个房间看起来可真奇怪 四周布满的火焰 像是女巫才会住的地方 方块哥快过来看 这里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这些符号代表了什么呢 又是谁在这里写下了这些符号 我不知道 这里什么空荡荡的 让人感觉真毛骨悚然 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毫无收获的一天 方块哥开开门 方块哥 快开门 是谁那么晚吗 还在这里敲门 谁呀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 是我大傻村 快开门方块哥 我们有麻烦了 大傻村你大晚上不睡觉的 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们有大麻烦了 还记得今天我们去探险的那个房子吗 我刚刚看到那里面有个人 不就是一个人吗 有什么那么好一惊一乍的 不是普通人那么简单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这里没什么不对劲的呀 哪里有你说的那个人大傻村 须别出声 他应该就躲在这附近 哪里我真的一个人都没看到 你该不会是在玩我吧大傻村 这可一点都不好玩 现在太晚了 我想我还是先回去睡觉吧 有什么明天再说 哈 等等这是什么 我没有看错吧 你是谁 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就是他方块哥 我说的就是他 他进去了 他进那个房间里面了 我想我们最好跟上去 看看他要做些什么 快点跟上 我看到他了 他就在地下通道的楼梯上 他想跑 让我们去把他给抓起来 一定就是他在这个房子里面装身弄鬼的 还有那些失踪的村民 我们得把他抓起来 好好地问清楚这些事情 嘿别跑 给我站着 你是跑不掉的 你这只小小丑 快给我们停下来 哦他跳进你那个洞口 他是故意把我们引过来的吗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没时间想那么多了 让我们进去吧 啊怎么了大傻村 不不 我简直不敢相信 刚刚那只只有鼻屎那么点大的小丑 居然一下子变得大了那么多 我们该怎么办方块哥 我们不会是他的对手 我想我们最好赶紧从这里出去 去拿些武器 搬一些救兵过来 不好他追上来了 快跑快点 我可不想死在这里 快跑这个小丑的速度可真快啊 一定就是他杀害了我们的村里 还有那些奇怪的电锯声 肯定也是他梦出来的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先赶紧出去了 好了现在让我把这里给堵上 很好 现在他肯定出不来了 大傻村让我们一起 把这个门口也给堵上 让他没有机会再出来 祸害村民来 好了我想他现在应该再也出不来了 现在终于安全了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 我想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明天一早我们就去通知村民嘛 然后拿些铁栅栏 把这个房子给封锁起来 让那个小丑永远都困在这里面 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请给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